城市说明 洒水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 另外一个使用Picotboard的城市 好 各位同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城市的画面 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几个角色 好 那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个喷壶 那在这边呢 会对于这个花园里面的花朵进行浇水 好 那这个城市的剧情是这样的 那玩家呢 是一个爱好园艺的主人 对于每朵花呢 都非常细心的呵护 每天呢 都要为花儿们来做浇水 好 那游戏的运作是这个样子的 当绿旗被点一下之后 城市呢 就开始运行 那玩家呢 在这里呢 可以使用这个Picotboard 来控制这个喷壶的一个位置 好 那每次呢 按下按钮的时候呢 就会对这个花朵呢 来进行这个浇花的动作 好 在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呢 每朵花呢 在接受三个水滴 就是浇三次水之后呢 就会对主人送出爱心 接下来呢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这一个游戏的这个背景 那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背景的部分 它是使用的是内建的背景 好 那角色部分有太阳 好 那图形呢 是从这个OpenClipR里面图库的档案下载下来的 好 另外还有水滴 一样也是从OpenClipR图库的档案 好 还有爱心 好 也是OpenClipR图库的档案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有喷壶 喷壶基本上一样也是从OpenClipR的这个图库下载下来的 好 只不过呢 我们在这边呢 对于这个喷壶呢 进行位置上的一个调整 那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就会有那种倒水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我们将它做了六个造型 好 那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它们是对称的 好 那另外呢 在画图里面有三朵花 也是从这个OpenClipR图库下载下来的这个档案 那我们进行简单的改作 好 那这边做两个造型呢 最主要是要让花有这种摇动的这个感觉 好 所以这边有 总共有三朵花 这是其中的一朵 好 这是第二朵 好 那接下来就第三朵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将这一个城市所需要的素材 都汇入到我们的这一个课程网上面了 好 各位同学 只要下载原诗档 好 就可以看到这些素材档 好 在这边呢 有五台 好 然后还有太阳 好 水滴 爱心 好 喷壶 六个造型 好 还有花 好 那每朵花呢 都有两个造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城市的撰写 好 你看 好 来姐姐